尼迪馬拉後任總統賈馬泰說 該國較早前與美國簽署有關 阻擋中美洲難民的協議不可能實施 因為他們缺乏資源去推行 敘利亞國營通信社發放的陸像顯示 政府軍向伊德利報省 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霍伯特鎮推進 那裏是叛軍的最後主要據點 在美國一名對酒店經理說是失害了妻子 並且正在前往繁忙的購物中心的男子 被肯殺私事的警方擊斃 北韓的國營媒體報道說 俄羅斯副外長莫爾古洛夫 在星期三抵達平壤 因為德國經濟低迷 和中國工業數據疲弱 引發全球經濟下滑憂慮的影響 而投資者仍然轉出保守 歐洲股市星期三下跌 在星期三下跌